告诉你一个能让对方变成恋爱脑的小技巧 其实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个恋爱脑开关 只要你能找到这个开关 那你就能让任何一个人成为恋爱脑 一定要记住 能让对方欲罢不能的人 肯定不是那种像对方爸妈一样对他好的 而是那种能让他爽的同时又能让他痛的人 简单说就是能够彻底地调动他的情绪 爽的时候让他更爽 痛的时候让他更痛 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情绪波动得越大 他分泌的荷尔蒙就越多 那他就越会对你上头 今天欧文告诉你三个捧杀对方的技巧公式 只要你学会了 那就没有人能离得开你 第一个就是 只有你能够让我怎么怎么样 就比如亲爱的 只有你能让我这么开心 亲爱的 只有你能让我这么放松 你以后一定要多带我出去玩 所以以后你把我惹生气之后 你一定要好好哄我 我跟你说 就这种话说出来真的比你舔着脸说什么我爱你 离不开你好太多了 男人至死是少年 女人也永远有一颗少女心 有时候只要你能满足他的价值感和虚荣心 并且告诉他他以后应该怎么做 那他就一定会乖乖去做 并且你如果能够做到讲法要多的话 那他就会对你产生依赖感 第二点 夸是不夸人 很多人都说恋爱中不能总夸对方 一夸他就飘了 其实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 因为很多人夸的方式不正确 会经常去夸什么 你好厉害 你好美好帅 你是最棒的最优秀的等等 这样时间久了他肯定就飘了 甚至会觉得你都已经配不上他了 所以我们要夸他做的事 而不是夸他这个人 就比如说宝宝 我觉得这个家真的不能没用 因为这件事只有你能做 我根本做不了 宝宝你给我做饭的时候 真的太帅了 我闺蜜朋友都羡慕 我有一个这么会做饭的对象 就是说只要你去夸他做的事 那他做起事来就会越来越认真 越来越起劲 但是如果说你夸人的话 总有一天会把他夸飘了 然后第三点堪称心脑神气 就是你要经常说谢谢你这么喜欢我 一定要天天讲 小事大事都得讲 比如说谢谢你 亲爱的 这么早起床就给我准备了早饭 谢谢你这么喜欢我 下班来接我 谢谢你喜欢我 给我送了这么贵重的礼物 这种话讲多了 就会成为一种心理暗示 哪怕这个人没有那么喜欢你 你说多了 他也会觉得自己很喜欢你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我冷淡一下 语言上热情 行为上高冷 这样他就会开始整天琢磨你 琢磨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恭喜你了 因为一旦对方产生这种患得患失的心 那就说明你已经成功让他变成你的专属恋爱脑了 你学会了吗 好 啊